日本的天灾加上利比亚的人祸再度抬高了油价 而台北股市今天在速化肋股的带动下上涨了72点 经济部表示台股这几天的情况都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还不到国安基金进场护盘的时机 受到日本地震灾情影响 台湾股市上周受到相当大冲击 现在加上盟军轰炸利比亚 让周一台股充满变数 由于国际情势紧张 油价上涨 也让速化油电的肋股强势上涨 加上大型全职股鸿海 以及台积电等止跌回稳 台股收盘上涨72.96点 收在8467.71点 成交量978.14亿 分析师认为亚股大多收红 代表各国对利比亚的情势 还是正面解读观望居多 传长股的部分 因为油价如果后续上涨的话 对于化线塑胶的一个报价 反而有机会往上调高 至于各界关切的国安基金会不会进场护盘 财政部表示目前还不到时候 而油价上涨可能引发的物价连动效益 经济部则说已经有因应措施 现在以目前的状态来讲 大致上还都在我们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所以这个目前当然还没有到进场的这个时机 如果说油价是在一般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我们就按照浮动机制来进行 如果是涨到一个是一个程度 需要来减轻民众的负担 那么中油公司它初步会有一个还涨的做机制 分析室观察如果能源价格进一步上涨 速化能源等类股有机会走高 不过通膨压率也会变大 甚至央行会有升息的动作 倘若国民消费能力下滑 也会吃掉好不容易复苏的经济成长 记者黄如庄剧城朋友组台北报道